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小優的家 客廳是一個長方形 那長比寬多3 那如果寬是x的話 那長是x加3 中間鋪一張地毯 四周餘地的寬都是1.5公尺 這寬都是1.5公尺 如果未鋪地毯的面積 和地毯面積相等 也就是說沒有鋪地毯的這個面積 跟這個有鋪的面積是相等 也就是說鋪了地毯的面積 是全部的一半 那麼他們的客廳長是多少 我們看這個沒有鋪 這地毯的這個長度多少 這長度是x 為什麼 因為x加3 這裡減1.5 這裡減1.5 那寬的話是多少 寬的話是x減1.5減1.5減3 x減3 那中間這個是全部一半 也就是說x乘以x減3 是等於全部零半 2分之1倍x 乘以x加3 那他現在要求這個客廳的長 我們要把x算出來以後加3就是答案 這怎麼做?這個把它撐過去好了 2x 平方 減掉 3x 等於 x 平方 加 3x 把一過去 x 平方 減掉 9x 等於 0 所以 x 等於 9 x 等於 9 或者是 0 那 0 不可能 0 的話就是面積就 0 不可能 0 的話不合 這可以因此分解 x 平方 減掉 9 等於 0 所以 x 等於 9 或者是 0 不合 這是寬 長 就是 x 加 3 所以是 9 加 3 等於 12 所以答案是 12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學習 1,2 維方 예뻐 基地 1,2,1 五人 1,4 四人 2,1,4 二人 2,1,3,4 四人